总统才开始致辞 穿紫色套装的228受难家族 就告知白布条大表不满 直到有媒体在拍 还晓得180度向后转 让大家看仔细场面 真尴尬 韩国与台湾都走过这个艰辛的一层 在海险平板的过程 呛杀的人叫林丽彩 是28受难者临界的女儿 丝毫不给总统面子 当面呛瞎还不够 总统主动走过来要握手 他连甩都不甩 我干嘛跟垃圾握手 他一下子是宅男 一下子区长 一下子先生 我们台湾是一个国家 虽然国际不承认 可是他也是700多万票选出来的 我当然有备而来 我注意到他是要来的时候 原本想不要来 后来想一想 你既然敢来 我就敢呛 话说的真的很呛 但立刻获得掌声 只是28基金会主动邀请马总统参加开幕式 却似乎有意无意 让这样的呛下场面再次发生 结果马总统刻意想和228的受难家属拉近距离 但现在却是软硬钉子都碰了 中心文 郭先生 郭先生 李宇宙 SN小组台北采访报道